非法捕獵和走私野生動物的問題嚴重 不僅破壞自然生態 背後還牽扯了龐大的利益輸送 反貪污委員會首席專員拉蒂花指出 反貪會高度關注這些涉及貪污的不法行為 目前正尋求警方和海關等相關部門的配合 等待時機成熟 就能將犯罪者繩之以法 所以,以研究來說,我們在與狐狸上的影響 與狐狸的影響 例如連絕破壞傷害 或是隱藏的罪罪 或是隱藏的影響 例如零堆壞 零堆壞 零堆壞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如果有批判 拉蒂华今天出席厂商联合会举办的诚信研究会后 也提醒私人界 2009年反贪会法令中 涉及企业责任的第17A条文 将在明年6月正式生效 当局将采取引力对付行动社坛的机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